什麼原因導致半夜腿抽筋如何預防? 半夜腿抽筋有多種原因,常見的包括 1. 缺乏電解質,例如鈣、尾、甲等礦物質不足,會影響肌肉功能,導致抽筋。 2. 脫水,體內水分不足會導致電解質不平衡,增加抽筋的風險。 3. 過度勞累,長時間走路或運動過度,肌肉疲勞後容易抽筋。 4. 血液循環不良,血液供應不足會影響肌肉的正常收縮,導致抽筋。 5. 姿勢不良,長期維持同一姿勢睡覺,特別是腳趾尖向下的姿勢,會引發抽筋。 6. 其他健康問題,如糖尿病,神經問題或服用某些藥物,亦可能引致抽筋。 預防方法,1. 保持水分,每天喝足夠的水,特別是在運動後或天氣炎熱時。 2. 補充礦物質,確保飲食中有足夠的鈣、美、甲。 3. 魚吃多些香蕉、綠葉蔬菜和魚製品。 3. 適量運動,避免過度勞累,運動後要適當地拉筋放鬆肌肉。 4. 睡前拉筋,輕微的腿部拉伸運動可以幫助放鬆肌肉。 5. 減少夜間抽筋。 5. 保持舒適的睡肢,避免腳尖長時間向下,考慮睡覺時墊高腳步。 5. 這些方法能有效減少半夜腿抽筋的情況。 6. 什麼食物含鈣、尾、甲。以下是含鈣、尾、甲的常見食物,幫助補充這些礦物質。 6. 含鈣食物。 1. 魚製品。 牛奶。 芝士。 乳酪。 2. 綠葉蔬菜。 菠菜。 乳衣甘藍。 芥菜。 3. 豆類。 豆腐。 毛豆。 4. 魚類。 沙丁魚。 含骨。 鮭魚。 5. 堅果和種子。 杏仁。 芝麻。 6. 強化食品。 蓋強化穀物。 橙汁。 含美食物。 1. 綠葉蔬菜。 菠菜。 乳衣甘藍。 2. 豆類。 黑豆。 扁豆。 3. 堅果和種子。 南瓜子。 杏仁。 腰果。 4. 全穀物。 草米。 日蜜。 5. 魚類。 青魚。 鮭魚。 6. 黑巧克力。 含糧較高的黑巧克力。 含甲食物。 1. 水果。 香蠟。 橙。 奇異果。 鳳梨。 2. 蔬菜。 菠菜。 紅薯。 番茄。 南瓜。 3. 豆類。 黑豆。 扁豆。 蠶豆。 4 魚類、鮭魚、鰻魚 5 魚製品、牛奶、酸奶、 6 鉗果、杏蒲、葡萄鉗 這些食物可以幫助補充鈣、美和甲 從而維持肌肉健康並預防抽筋 好了,這條片到此為止,下星期再見! 那謝你觀看此影片,如喜歡此影片,請免費訂閱、點讚、留言及傳閱,謝謝你!